現在請交通部林部長佳龍報告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 就委員所提十個修正提案 那麼來做指導感謝大家的指教 那麼有關於委員提案修訂 提高酒駕跟拒絕酒測 滑環上下線的額度 延長吊扣架使執照的年限 還有酒駕累犯跟拒絕酒測造勢 自人重傷或死亡末路車輛 還有汽車同車乘客連坐處罰 以及建議車輛加裝酒精索等部分 那大院已有相關的版本 帶草野協商 本部尊重貴委員會綜合審查的結果 那其中就徐委員永明提案修正第73條 提高慢車 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及拒絕酒測至滑環 陳歐柏委員提案修正第85條之二 增定如租車之駕駛人 由酒駕情勢制車輛被一致保管 租任車業者得減負相關證明領回車輛部分 本部尊重貴委員會綜合審查的結果 另外由蔣委員乃欣提案修正第35條 還有葉委員怡經提案修正第35條 第67條第85條之二 那麼這個部分呢我們建議要審慎研議 那麼以上緊就本部的重點的一個報告的內容 提請參著 那麼詳細的內容來請我們陸正師陳市長 跟委員做詳細的報告 再請委員指教 謝謝